《基本法教材》的記者會就正式開始了 其實我們今天有一個記者會 主要是針對教育局在今年的6月初 在網上發佈了一個《憲法與基本法教材》 整個教材的內容就是 由他們二人一年開始有一個明發達義的教材 他今年再整理過和再編輯過 發佈了一個新的《基本法教材》 今個月25日已經有報章揭發了教材 有關香港示威遊行活動的教學內容 其實是挺偏頗的 訪問到新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其實他自己也批評說是偏頗的教材 後來我們在香港逐節再去看整個教材 我們發現除了關於示威遊行的例子之外 還有很多問題 整個教材的九個單元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意識灌輸 迴避現實情況 即行運歧詞 以及撥殺歷史時辰等情況 那時候我們是很憂慮整個教材 令到學生和老師都不能夠正確地認識公民權利的觀念 以及對於香港歷史和現況都沒有辦法好好把握 進而令到香港下一代再一次有一個威脅 就是未來可能會發生變成信民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記者會 希望跟傳媒朋友和香港市民 去講解整個教材套 其實他的問題在哪裏 我簡介一下我們由我開始 我就是香港眾志的常委林樂妍 然後是秘書長黃之鋒 以及香港眾志的常委鄭家朗 我們會分別講講教材套裏面的一些問題 我先交給郭忠祐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在五年前的今日 即是2012年的7月29日 在香港有九萬人上街去反對洗腦國內教育 對於當年教聯會獲教育局之助 是去推出一個中國模式教材 說共產黨無私團結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反彈 去到今天就是林鄭的新政上台 有新的局長為副局長的人選 但是同樣都是有一份洗腦的基本法教材 是捲好重來的 我們都是會逐一解釋 這一份教材的問題所在 而其實在我們派發的新聞稿裏面 亦都是有15個我們指出的漏洞 是發現一個說法和教材是有誤導成份 亦都是相當嚴重的 我想主要有一點是想指出 就是其實整份的基本法教材 都是盲目地合理化 人大擁有這個基本法的釋法權 而當我們經常強調教材 當然不會有一個主觀的立場 是迫使學生跟從 但是至少你要很客觀地列出 正反雙方的觀點 要客觀持平地讓大家了解 事件的客觀的脈絡 但是在整份教材裏面 是完全沒有說到五次釋法的實際情況 是很含糊其詞的 而實際上也是沒有一個機會 是讓學生按自己的獨立思考去判斷 人大釋法是否符合高度自治的原則 例如在單元三的其中一頁 在教材裏面講到 人大常委擁有一個釋法權 就是資料7 在資料7那裏都見到一個問題 就是當問到人大常委擁有釋法權 是體現了一個怎樣的原則 然後居然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對的答案 然後講人治講為高度自治 是並非正確的 所以我們會很質疑就是 為什麼這一份的基本法教材 是會將一國兩制和港人治講高度自治 就是有一國兩制 就沒有港人治講和高度自治 或者只能夠選一個正確的答案 要將這些我們所相信的原則 是形成一個對立的情況 因為對香港人治來說 我們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講、高度自治 其實這三件事是連貫的 絕對不存在 有一國兩制沒有高度自治 或者有高度自治 沒有一國兩制的情況 那這件事絕對不能夠分割 所以我怎麼質疑呢 其實它是為求你為人大釋法 是去扭曲這個一國兩制概念的 另外其實在資料11 新聞稿的資料11 其實是在單元5裏面 當說到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犯法的時候 其實教材都說明要行五步曲 但這個五步曲裏面 其實是沒有說到那次的釋法 其實是人大主動釋法的 所以我想對香港總是 我們質疑那份教材是自相謀盡的 一方面那份教材就說到 釋法應該是要由香港法院作出提請 但另一方面 事實上對於04年的釋法 它又完全是對於人大提請釋釋法 是避免不提的 還有我想就著教材 我想有一點的確是要指出 就是它整份教材的用指力都非常偏頗 例如怎樣去解釋 就是領西年的時候 人大進行這個釋法 它的解釋就是因為參與推選行政長官不足七年 其他有關情況和實際情況 我會問的就是說 如果你說04年進行人大釋法 你可以將民主派或者是政府 一些政反雙方的觀點 是清晰列出來 例如好像在通識科那樣 那整個做法應該可能是 就是引用資料去講說 例如民主派的陣營是怎樣想 然後政府又怎樣去 為04年的人大釋法護河 但你有什麼可能是將人大釋法04年的做法 一錘定就是說 要人大釋法是因為 因為參與這個推選行政長官不足七年 還有這份教材極之馬虎 然後其餘的原因就是其他有關情況 就是對著什麼叫做其他有關情況呢 這件事我們完全是不能著頭腦的 所以我想其實對於這份教材 是對於人大主動提請釋法秘儀的一提 然後又有一個自相矛盾的情況呢 我們非常憂慮其實它是會嚴重的 在九月開學之後呢 是去誤導學生 而這份教材本來就是一份教律局出錢 用公帑 用立常公帑去製造的教材 然後我就會再說另一個觀點就是 我們發現整個教材裡面 很多內容其實是誒毀市民 他們發聲的一些行動 以及都是矮化立法會的言語 我們覺得其實它是企圖去抹黑市民爭取的聲音 例如在單元四裡面 之前已經揭發了 就是將文匯報的內容直接搬自過止 就說遊行示威 其實有些香港人搞街頭抗爭 社有效的諮詢機制不用 就反映他們民主意識粗糙和膚淺 後來教育局有一個辯解 就說其實這個活動提供了三篇的資料 是希望引用不同的觀點 引導學生思考 但事實上我們再看那個教學活動 裡面其餘兩篇資料 其實都是對於街頭運動有些負面的描述 例如資料一 就是它之前有問題的那個是資料二 我們發現那個教育裡面的資料一 就說香港已經成為了示威之都 好像亂了很多 又說香港上街的自由 是完全沒有減退的 其實資料一也是犯上了抹黑民主運動 而且它完全是好像無事現實一樣 香港近幾年發生了很多打壓示威自由的狀況 它的資料三就說 示威者的檢控數字急升 只是提出了數字 但其實完全沒有提出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其實整個教學活動的三篇資料 不是好像教育局所說 是持平客觀又不同的觀點 其實沒有一篇的資料 是代表到市民爭取民主的聲音 又完全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被人打 但究竟那些爭取民主 用公民抗民手法的人 究竟是怎麼想的 完全是沒有提過的 所以教育局的回應反駁 其實是完全不是持平 也不是多元的 我另外想舉另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單元七 我們看到 它說到私有團益和公眾利益這個觀念的時候 是竟然引用一些關於收地問題和捍衛家園的運動 我們看到它下面有一些 譬如保衛家園 不滿賠償拒絕搬走 要求合理的補償 這些訴求 它就用私有權益 vs公眾利益去包裝 但是其實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意識貫輸 其實很多時候 有一些村民爭取不遷不拆 其實他們都不是為了私有權益 反而政府的發展 是益了私人發展商 根本就不是為了公眾利益 我們覺得這個框架 用私有權益 對於公眾利益 這個框架去理解一些土地運動 或者是反收地的運動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是抹黑了民主運動 還有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其實它是抵黑了 不是 它是黎化了立法會的政法 我可以說一點 在單元五裡面 教授是怎麼說立法會的角色 它說立法會的角色就是 反映民意 提供意見 令到政府可以更加 照顧市民的需要 其實這個是完全矮化了立法會的角色 我們看看立法會的亡頁 自己怎麼說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 因為制定 修改 廢除法律 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還有有權坦白行政象官 這就是官方立法會網頁的一個簡介 我們看到立法會網頁的描述 其實是準確很多的 它提出了 立法會其實是一個自主性的機關 立法會是一個民意機構 可以監察政府 教材的描述 就好像說到 立法會就是提供意見給行政機關 好像在強化行政主導的觀念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瘋狂 那麼我們交易者交流再說 我們也發現在教材裡面的單元 或者第一頁 即是那份新聞稿裡面的資料錄 都發現這個卡通人物對話 是淡化了中國大陸的人員 給了香港執法的嚴重性 與現在香港政府在推行的 這個各地兩檢的高設安排 其實是會令人質疑 是否正在鋪給我們兩檢的安排 而在卡通裡面都發現 其實是一個大陸的市民 向公安投訴 就指犯人身在香港 也要求內地部門來香港執法 而這個內地人員 是回應就說好像不太好 以及是回應了 是否應該要向上級去請示一下 但是其實基本法 是沒有為大陸人員 來香港執法是留餘地的 也絕對不是一個好像不太好 以及一個向上級請示的程度 在就著這份教材 我們會有幾項的跟進行動 包括我們接下來會和家長 和不同的教師團體 到緊密聯繫 希望在未來可以透過民間 去讚寫一些民間版的教材 去取代 去替代這份教育局寫出來的 合議和偏頗的基本法教材 而我們接下來也希望 去招募青年人 去加入這個團隊裡面 去一起審視這份教材 一起了解這份教材的問題所在 而早前在之前 反對蔡若年任務局長的記者會上面 亦都提及過會有一個要求 跟蔡若年公開對話的活動 但是其實我們收到消息 就是因為她之前不在香港 所以現在會尋研究 7月31號的11點半 在教聯會的會址 去要求跟教聯會的副局長 蔡若年去進行一個公開對話 去就算一些議題 包括TSA和基本法教材的使用上面 去進行一些公開對話 要求她去表達她的難處 是的 再補充一點點 我想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 就是整份的教育出資 去製作的基本法教材 其實她的內容都是極之偏頗的 因為她會描繪整個基本法制定過程裡面 是一帆風順 沒有任何的爭議 無論是六四事件的影響 到當年提出的兩谷共識方案 與此同時 甚至其實在兼法的制定過程裡面 曾經是說過 香港人是一個公投 或者是透過全民投票 是決定未來政制發展及安排的機會 其實這些爭議或者討論 都是隻字不提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形容這份教材 實情是一份勇戶式的基本法教材 而其實當教育局的發言人 她面對著有傳媒報導 原來這份教材的內容 她說到爭取民主 香港的意識非常膚淺 和粗糙的時候 其實教育局的發言人 對於他們是 即是搬自過節 直接引用民匯報 教育局都說明了 他們覺得這樣 是有不慎之處 未來會再作改善 這是教育局發言人的說法 如果連教育局的發言人 都直接承認這份教材 是有一個不慎之處 是沒有落注釋 甚至是直接在傳媒報章 搬自過節的時候 其實收回教材 再作見到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我們講解差不多到這裏 大家可以 現在問一下 這個教材 要你理解 是否一般學校都會使用到 或者是怎樣會 即是運作層 會影響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理解 就是說 即是現在教育局 就安排了51個小時的 基本法科學 其實在不同的科目 可能在地理 都越多一些這樣的科學 其實他就會安排 即是有教育局單元和整個教材 他就會把不同的單元 安排在不同的形式裡面 去教授基本法 所以其實這個 我相信老師 如果他可能校管 自己沒有一些校管教材 他就一定會用到 教育局這個教材 是 還有想問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對於蔡陽年中 即副局長這些事情 你們有些什麼會議 我想其實對於有傳媒報道 直至目前為止 其實教育局的副局長 唯一人選 都是教聯會的蔡陽年 其實我們香港眾志 都是從事林鄭月娥 是在任命前夕 是原來立立的 因為你教育局 過去都不斷撥款給教聯會 進行很多赤法工程 或者洗腦教育 最出名的當然就是 五年前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如果教育局經常撥款給教聯會 而教聯會的副主席 做了教育局的副局長 會不會令到左手交右手 黑箱撥款撕相授受的情況更加嚴重 我覺得教育局要有清晰交代 故然教育局會說 就算蔡陽年做教育副局長 我們的撥款過程都是公開透明 非常清晰 但事實上如果撥款過程是公開透明 非常客觀的話 當年就會撥成個千萬 成立一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然後還會寫出一份教材 說共產黨是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 所以我覺得 其實無論是教聯會 還是教局 對於這個左手交右手的情況 如何釋除而慮 其實他們是要有一個很清晰的說法 所以現在我們星期一 我們都會去到教聯會 進行一個請願行動 就是我們清晰希望讓到教聯會 意識到 其實我們絕對是不會縱容 是將一個推動赤化教育 甚至是這麼偏頗超人性言論的 教聯會的領導層 是成為夠好的副局長 可以再說多一點 就是蔡陽這個背景 是如何令你們擔憂 如果他真的做了副局長的話 就是影響我們 可能會更加深入教育 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剛才你也提到 前十五年次 又是國家都說 爭議都是由教材而引起的 那你們覺得 這次這個基本法教材的爭議 而接下來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什麽反彈 或者你們那個跟進行動 會有些什麽不同呢 九月開學之後 其實這一份建法與基本法的教材 就會在五十一小時裏面 會被各界使用 而我都很希望 特別是中學的校長 或者是外國團體 是能夠對這一份的教材有回應的 因為本質上 如果你說是要學習基本法的內容 那其實通識科 或者是生活及社會科 都有相關的範疇 我們都不會很一面倒 這樣說 香港是不需要學基本法 但是關鍵是 你能不能夠從一個多角度 是有一個批判性思考的角度 去了解這個過程 而學基本法本質上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這一份的教材就證明了 其實現在是一個基本法的教育 是去凌駕了我們所相信的公民教育和人權價值 就是它就是用一個基本法的框架 講到明就是說 如果你要學習任何公民權利與義務 跟著現有的基本法就最好了 那人大釋法就沒有問題 然後呢 即使是這個民主進程延遲 都是有其他因素的考慮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說法 所以我想對未來我們的期望有幾點 第一就是說 我們希望中學的校長和法學團體 能力對這份教材 是有一個的態度和回應 不論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 接納還是不希望使用這份教材 第二點就是說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 隨著開學日越來越逼近 其實大家都是會越來越關注 這個教材的情況 而對於蔡若年的背景 我想過去他是提出中好融合 即是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 然後再加上就是 他是在教聯會 曾經是推出過那些 這麼離好的教材 或者直接說 沒有蔡若年領導的教聯會 整一份中國模式教材 都不會有五年前的反國家運動 都不會在五年前的今天 有九萬人上街 但是如果繼續林鄭若是完全沒有意欲懸崖 或是要用這麼具爭議性的人選 去成為教育局的副局長的話 我相信西雲治港一來表露無謂 是的 二來就是 其實未來我相信香港的教育界 無論是家長教師或是學生 都會對這件事更加關注 而其實我想現在這一份教材 都講到內地公安來香港執法 只是一個請不請示上司的問題 都會令我們非常憂慮 其實這一份的教材 根本就是跟現在的各地兩檢 是互相呼應 大家想想 十月立法會就是要就著一地兩檢 有一個審議和召開會議 九月這一份教材 就會在全港的學校裡面可以使用 然後那份教材就講到 內地公安來不來香港執法 只是一個請不請示公安上司的問題 都會令我們非常憂慮 其實它是為這個各地兩鋪路 剛才你說有跟教育局發言人說過 他有沒有說什麼跟進的地方 或者他抽氣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都是從傳媒的報導 是去得識教育局發言人的說法 那我想如果你覺得這份教材沒有問題 那你不修改或者不修回 那就是不同意但是有一個邏輯在那裡 但是你一方面又承認了 那份教材是有不慎之處 但另一方面又沒有任何的跟進行動 那整件事說不通了 就是由我們擔心的洗腦爭議 到達到一些最基本 你去引用資料 你都不落註息 沒有引用資料來源 這些基本的問題 我想就是這一份教材 那個操造和一個錯漏白出的情況 都不止是一個我們政治觀點上的不同 就是然後你引用立法 你去講立法會的職能的時候 你就將立法會矮化成為一個諮詢委員會 然後有立法會本身成立的宗旨 網站都給你的簡價 你又不用 是要自己作到那麼適 老實說 就算你說一些建制派的教師 用不容得下都可能成立 然後A Ka-Kong 阿咖 甚麼 verdade責任的原因 就是讓學生教學會做的 學生教學會令 學生教學會做的 如果是學生教學會課 是教學學會做的 學習教學會做的 學習教學會對外教學會 關注學學會 完全懸慮 事而是 學習教學會 要求專領 充豫正 所以 學習教學會 道理對外教學學會 關注學習教學會 我們會不會接受這個法律的法律 而不會接受這個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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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會恐懼 這個法律的法律 會在未來的法律 以後的法律的法律 會不會有任何追蹤的法律 下週末, before the day of Carrie Lam for the political appointment of Christine Choi or other undersecretary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we will have our demonstration and protest towards the teacher union led by Christine Choi and to urge Christine Choi to consider her negative impact towards Hong Kong's education system what kind of negative impact are there if Christine Choi become the other secretary of important educ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ristine Choi the teacher union have introduced the teaching material five years ago to claim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selfless, progressive and united and we really worry that if this kind of teaching material will be reintroduced in the future it will just more students will be affected and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will just eroded by such propaganda education material 尋問呀 如果林鄭決定要委任蔡英做副局長 你們有否有任何後續行動 還有你們有評估過 他們是否以襯著一地兩檢 很多政治功誤之下 在你們失不暇的時候 再委任蔡英做副局長 那形勢上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其實我們相信整件事都是很一脈相承的 因為這份教材公佈的時間就是每初 其實對學校來說都在考試或者學期都快結束 當然不會有機會使用 但是我想時間都來得出其地下一步 九月整份教材告訴你內地公安 來不來香港執法只是請不請試嘗試的問題 十月一地兩檢的方案就會拿上立法會 嘗試進行相關的審議和通過程序 固然我們都猜不到會來得這麼巧 但是這個這麼出庭巧合的時間點 是讓我們非常憂慮 其實未來教育局他們所推動的一些教育的工作 他們涉及的意識形態貫輸 都不單止是說你是否愛國或者是否認同中共政權 而是未來當不同的政策局是去推動一些政策 例如一地兩檢的時候 其實教育局他們推出的教材 正正就會呼應這些政策進行一些灌輸的工作 還有那個後續行動 如果蔡惠蓮被人找任做副學長 你們有沒有想定計劃一些行動 我們都跟學生教師和家長團體 去積極商議是未來的跟進工作 而其實到底8月1號 蔡惠蓮是不是真的會被任命呢 據說那些品格審查就有傳媒報道說那些品格審查就未過了 8月1號就不會公佈所有副局長的人士任命 但是當然我們沒有任何的消息來源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只是靜觀其變 我們必定會有相認的跟進工作 我想問一下小少爺 其實優怡來說那些教材 很多時候有個說法就是教材是一個參考 到最後可能老師怎樣教是老師去決定 那你們覺得這份教材 如果老師手上 其實他們是不是都真的會照著這份教材教 還是其實他們都會有些可能brainstorm 或者一些學生 就是你們的優良是除了教材 他們是不是都優良教師的質素 或者他們對基本法的認識和理心呢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基本法教材裡面 其實有很多法律的問題 很多法律的觀點 其實就算一個老師 如果他再專業 可能他都未必從事過一些社會工作 政治工作 所以其實他未必可以 洞識所有基本法教材裡面 一些不合格 或者有偏頗的地方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 還有就是 亦都跟我的人選很有關係 就是副局長 我們剛剛說到蔡宁年 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 就是洪局長配洪教材 因為蔡宁年直接說過 雖然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教材 但是教育局給的指引 和教材其實是有靈感性的 所以我們很擔心 就是說這個基本法教材 未來會不會做得更多的推薦呢 會不會要求老師 更加去使用這份教材 我們是擔憂的 那你都見到裡面很多法律問題是比較複雜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絕對相信老師的專業 但是呢 如果教育局帶頭去做一些偏頗洗腦的動作呢 我們是絕對不接受的 還有很簡單的補充一點 我們相信教師的專業 但是這個問題是 這份教材的關鍵 它是一個納稅人公帑所製作的教材 無論教師用不用這份教材都好 即是香港的納稅人給的公帑 是用來做一份這麼有問題的教材 其實這件事本來就違反常理 也都完全是不尊重普通大眾的香港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關鍵所在 因為未來固然我們會相信民間 特別是教師專業團體是會製作相應的 即是民間基本法教材是同樣抗核 那也都希望是有一個客觀持平的教材能夠出現 但不論怎樣都好 無論我們有多少民間教材都好 為何教育局他們會用公帑去製作一份這樣的教材 即是總不能夠含糊其次 其實教師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 然後就對於一份千瘡百分錯誤的教材 是被疑惑的 這個就是關鍵所在的 我看這個時間 你們會否覺得是黑鍵流回到你的一個炸彈 即是其實六月初的時候 這個其實我正在看一番 好像是上一屆 還是在上一屆政府的時候 他已經想出來 那你會否認同林鄭 譬如說新一屆的時候 可以重新再打一個 我的形容就是 在吳克劍任最後一個月去公布這份教材 然後等待兩個月後 有副局長蔡蓮上任 然後就準備這個一地兩點前夕 就進行這種意識形態灌輸 這個絕對是一個成仙契效力 就是會然相對地 坊間都會指出現任的教育局長 顯然很上任 吳克劍這麼大爭議 但是這個成仙體後 又吳克劍到蔡若蓮 然後都是用一種這麼偏頗 這麼不客觀 這麼具挑釁性的方法和說法 去教授學生的時候 我們非常憂慮 所謂的林鄭新政府 其實她8月1號的任命人選 大概都應該是 所謂的一口沙糖 但是應該一口沙糖 十口糞便差不多了 問一下多小小文間教廠 其實現在這個進展成進展 就是有文間 有文間教廠是真的參與人做的 哪一塊有個問題 為什麼他可以入學校 我想民間的基本法教材 果然就不會由香港眾志去牽頭讚寫 這個都是由一些教師的專業團去跟進 但是我相信未來的一個學年裏面 有一個民間的基本法教材 是相當重要的 我都是樂見未來 我們都是會和不同的民間團團合作 希望對於基本法教授的過程裏面 我們強調的不是說 要一味有一個很清晰和鮮明的立場 是去主動學生 但是至少你在教材裏面 就是你要提出釋法 然後你不去講人大釋法的內容去密 或者你連五次人大釋法都不願意列出來的時候 提供多一點知道是不是都會成功呢 那其實就在你們想之外 會不會現在是有民間團團的工作 我想這個可以再向相關 就是過去關注功能教育 或者是一些教育界別 相關教材牽制工廠的團體再度查詢 但是我們都會 即是跟民間組織在這方面 就是香港眾志是會有相應的跟進工作的 如果教材他真的收回教育部再修改 就說你們會不會有些甚麼人去跟進 看看他們修改的時候 會不會再有這些錯處呢 無論他有教材還是沒有教材 有一份正常的教材 還是有一份錯誤法出的教材 香港眾志未來對於副局長的 人選任命相關的洗腦教育 六呎法工程我們都會跟進到底 最後沒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的話就答我了 謝謝你